OK 哈囉 大家好 在你們看座定位然後還沒準備好 所以我想先突擊問你們一個問題 就是家裡房間有時候會長這個樣子 或是大概一兩天 一個禮拜一兩天長這個樣子 可以幫我舉個手嗎 OK 好 那相信就是 這個是常發生的情況嗎 那當你們覺得媽媽在誰誰這樣 然後很無助的走在路上看到這個情況 就是有一個就醫回收口 或是想要跪在地上 然後對著老天說 Thanks God 謝謝你出現在這裡 就是我可以帶著我的衣服 幫我不喜歡的衣服 拿去捐贈 拿去給一些就醫回收筒 再來那些廠商呢 可以把這些衣服整理了一下 然後再拿去捐贈出去 然後再拿到一些像是第三國家販賣 然後第三國家世界的人 也可以用這些便宜物美價廉的衣服 讓他們用便宜的價格買到這些衣服 那這看起來好像是一個Wing-Wing 雙贏的局面 但是我今天來到這裡呢 是想要留下一個問號 也在你們心中留下一個問號 好 那正式介紹一下我是誰 我是可安娜 我爸為什麼幫我取這名字 是因為我可愛又 就是希望我能夠可愛又平安 對 就是這樣好記一下 然後大家在我們的學校都會叫我A娜 因為我名字是A娜 然後在肯亞的時候 他們喜歡叫我Anne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把那個拿 就直接省略 然後我是政大財管大三的學生 那其實我大學三年來 也是經歷蠻多的啦 就是大一大二的時候在打排球啊 然後那時候在玩調酒色 然後又經過那個 就是又在商院大使 就是要在高公司面前 退校我們政大商學院 那那時候其實我常會面臨一個狀況 是說我就學玩了這麼多社團 然後體驗那麼多的活動 我好像不太清楚自己 這些活動好像對我來說 只是履歷上面的一項加分 那這樣子我自己是喜歡的嗎 我是enjoy在裡面的嗎 那我感到很徬徨的時候 國際志工的這個聲音 然後同學們又去參加 覺得很有收穫回來 那我想說那我也乾脆就背著書包 然後出去走走 說不定會有不一樣的收穫 所以我在去年暑假 就是我大二升大三的暑假的時候 我自己申請了DYA的國際志工 那這個是一個個人的計畫 所以我就自己一個人訂機票等等的 在阿布達比還有在吉隆坡 轉機等18個小時 那真的超崩潰 然後最後再搭飛機到了肯亞的奈洛比 那在這一整個過程 現在是大概有一天半 那現在有比較進步 因為有阿聯酋就是一家新的 在台灣新設航點的航空 所以現在我第二次去的時候 就只大概一天左右就到當地了 對好 那我在當地到底做些什麼呢 其實基本上就是社區的服務 因為你們也知道這種個人的國際志工 是我們在台灣沒有事先準備好 我們是到了當地之後 由當地的組織安排我們 欸你今天要去幹嘛 你這樣去幹嘛 所以我們沒有主導權 就是跟著他們你今天要去做一些農耕 去幫提供一些人力給當地 然後或是幫玉米 就是幫玉米剝他的那個葉子 對 這樣他們比較好去處理 再來是自磚 就是我們要brick making 就幫他們做一些磚塊 這樣可以蓋房子 再來是洗碗啊 洗衣服就是全部都手洗這樣子 大概是一些日常生活的 還有勞力上面的付出 那其實我感到最震撼的呢 是我在計畫快要結束的時候 我到了這所小學 叫Muja Primary School 他是一所就是當地的學校 然後學校總人數大概有400人 我們在那邊做什麼 我們做Jigger campaign Jigger是什麼 Jigger就是跳蟒的兄弟 跳蟒喜歡貓狗 Jigger喜歡人類還是牛隻 那他們就 因為當地的狀地 土地啊 狀況會比較髒亂 所以呢 他們很容易就會跑到冷體去計程 然後他們又沒有清洗的這個習慣 因為水資源比較缺乏 比較不會缺乏 只是你沒有自來管線 你沒辦法打開水 我們就用到 就是就會比較難取得 那這樣子他們跑到冷體之後 他們小朋友會覺得非常的癢 或是痛 那這樣子的話就會造成 他們上課不轉型等等的問題發生 那我們到當地之後 就是用回紋針 去把那個腳上小朋友 還有大人 大人也有這樣的狀況發生 會把他們的蟲蟲挑出來 因為他那個蟲蟲跑到腳上之後 就有一個屁股在外面 所以就是白白的這樣子 我們就把他挑出來之後 然後再用簡單的那種藥水 盆子 然後敷在腳上 然後之後呢 他們又腳傷口被破壞之後 再度沒有鞋子的踏到土地上 那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天啊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災難發生呢 所以我回到台灣之後 我就希望能夠在我的學校 發起一個活動 叫做大鞋生了沒 對 Shoes to Kenya 那我在 我辦這個活動 我在粉專上 在FB也建立了粉專 然後也在Fly EV上面募款 那之後很成功的 就是我把大概600雙的鞋子 送到了良索小學 那也在Fly EV上面 還有攤位上面的募款 大概有75000塊台幣這樣子 這就是這個活動 就在去年暑假之後 大概就順利 在我今年寒假 又再去處理鞋子的運送 發放等等告一段落 完美的落幕 但是我在這其中 其實思考了很多問題 我在這邊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這張照片呢 是我在離開 第二次去肯亞離開的前一個晚上 我為了想要好好的 就是感謝一下我的host family的 一些親就是親朋好友們 然後我就自己就跑到那種 當地的美式超市去買了一支烤雞 然後還買了就是當地的啤酒啊 然後那邊調酒色的嘛 就想喝酒 然後還有一些所謂的Ginger Beer Ginger Beer在他們來說 根本就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是在小說裡面看到英國人在喝的東西 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做Ginger Beer 還有所謂的Red Bull這種東西 我就想要把我覺得 這些好看起來好漂亮的東西 就是分享給當地 然後買了一支烤雞 然後自己煮了飯 這是禮拜四晚上 然後就希望能夠就是 慶那些就是我的host family們 但是其實你知道那個晚餐 是在晚上10點 那他們是在早上5、6點的時候 就出門去上班了 所以他們其實回來就已經累攤了 然後還要一直跟我辦這個party 其實會覺得 我覺得那笑容也是硬擠出來了 所以我那時候會覺得 我為自己在反省就是說 難道我們就是我們覺得的好 對於當地來說 其實並不是這麼樣的直接 那二手衣物二手鞋子是不是也是一樣 我們覺得對當地的就是動力是一個幫助啊 那其實他們是不是根本就沒辦法消化了吸收呢 所以我自己在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有一些insight 也自己做了一些研究 也閱讀很多文章 那我今天想來順便就是宣導一下這個觀念 我自己分享和思考過的一些問題 那這邊我先講一下 其實你們知道在當地啊 二手衣物他們會稱 像加納他們稱Dad Yobo 或在其他的國家會稱這個 那這意思就是死掉的白人的衣服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會覺得就是因為你死了 就是死亡才能夠把白人 歐美人是把跟這些漂亮的衣服分開 不然他們會覺得說這種衣服怎麼輪得到我穿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說 那他們其實是非常喜歡這些衣服 他們會覺得他們物美價廉超棒的 但是好像很不錯 因為他們也有給便宜的價格買到衣服 那其實這個是一個 Kingscott一個英國的教授 他其實有講到他自己做的研究 大部分也是研究二手衣物啊 第三世界國家等等的 他們講說這些我們短期的 我們的捐贈衣服其實只是 就是他們沒辦法幫助他們 真正建立起一個非常長期的影響力 所以我自己又再整理一下 大概會整理出這三個原因 為什麼當地人沒辦法接受這些二手衣物 第一個是我們剛剛講的business crush 就是他們很多的就是 二手紡織工廠會關門 再來文化上面的殖民 二度殖民 他們因為接受這種西美的文化 衣服之後 會不會就不開不喜歡穿 他們自己當地的衣服了 再來就是依賴性 我們這樣永遠都是給他們魚吃 那他們怎麼能夠自力更生呢 我們有一天如果不再給衣服了 他們是不是根本就買不到衣服穿 對 好 那我現在大概解決一下 這三個問題的發生的狀況 嗯 好 你們知道一件當地的衣服 是當地雜牌的大概50塊 跟一件Nike的那個 台幣啊台幣50塊 跟一件Nike的就是二手衣物 然後是在當地只賣了10塊 你們會選哪一個 我想應該會選一個Nike了吧 因為便宜啊然後二手衣物 看起來又還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當地人也是一樣 那這會造成什麼問題 就是很多的很多的廠商會關門 那你們又知道 其實紡織產業是一個勞利密集的產業 他們可以知道很多工作機會 所以這樣子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在肯亞 在奈吉利亞 在烏干達 其實有很多的員工會因此而失業 因為工廠就因此而倒閉 沒辦法 他們沒辦法競爭過那些二手衣物的市場 再來像是有三家工廠關門啊 然後2500個員工失業 有些工廠現在正在面臨就是破產的危機 甚至還有人走到街頭去抗議說 拜託你們禁止政府 不要再讓二手衣物 來跟我們搶這些工作機會了 對 那第二個原因 第二個事實就是 我們會有文化上面的殖民的問題發生 那想想看就是Justin Bieber 他們倒是可以聽得到這種美式的音樂 然後他們帥 就是有點帥 然後又可以受到大家的喜愛 跟對比一下 對比你爸就是坐在家裡面 然後在那邊看電視 或是就穿著傳統禮物 你會follow 你會follow哪一位當作你的role model呢 那我想大部分的青少年 可能都會選擇Justin Bieber吧 對 然後其實令我很驚訝的是 在肯亞當地到處都可以看得到一些賣電影的人 這就是盜版的 大概20塊就可以帶一部電影回家看 然後西洋音樂啊 更是更是到處都是可以都可以聽得到 對 那這樣我會想說 這樣子是不是就是一個 我們他們你知道非洲是一個 收過第一次殖民 就是在殖民的過的國家 那這樣子我們是不是變相的 用我們的我們所謂的歐美的文化 去告訴他們這些才是好的 然後是你們應該要學習的呢 所以我會選 我會覺得懷疑說 這是另一種殖民的方式 對 我覺得這個問題令我非常的憂心 那在加納 加納他們政府就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發起了就是奈及利亞 而且就是加納他們National Friday Wear 所以他們在那天就要開始要穿自己國家的衣服 保留自己的文化 對 但是政府也開始注意到這樣子的問題 再來第三個議題是 就是我們應該要給他 知道他怎麼釣魚還是要給他魚吃呢 這是empower和dependence give out的問題 非洲其實失業率非常的高 在我身邊的 我在那邊身邊的所有的朋友 其實都是seal 他們都叫自己叫seal employee 就是自己雇佣自己 因為真的找不到什麼工作 因為每個人如果都高中畢業的話 人沒有這麼多 那這樣子到底要選誰 工廠要錄取誰當做他們的員工呢 所以失業率真的非常的高 那加上他們又可以免費的 因為那麼便宜的東西 可以免費在價格買到一些衣物 再加上他們可能我們一些歐美的 NGO組織會用捐贈的方式 就是我就可以給你這些東西 你不用工作你就拿就好了 因為你本身就是貧窮嘛 你就是弱勢 那其實這樣子會造成什麼議題呢 第一個工作已經工作機會已經很少了 再來那這樣人民又不去 不願意去工作 這樣子會就是造成永久的 去延續性的問題就是貧窮 那貧窮他們就就是一個無限循環 你貧窮就買不起衣服 那買不起衣服我們就要給你東西 那給你東西你又不願意去工作 就是一個無限循環的 一個沒辦法終止悲傷的一天 這個女性其實我非常的敬仰她 她是奈吉利亞的財務部長 然後她現在在 她之前有當過就是世界銀行 然後現在也是算是一個manager在裡面 那她在TED的演講上面有說到 你真的要幫助非洲 那你來這邊請你 please do business here 就是請你來這邊創造更多工作 你不要再給我們物資了謝謝 對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 對沒錯 非洲就你們的印象裡面 可能會覺得Africa's property Africa's malaria HIV 然後還有一些戰爭的議題 然後這感覺就是一個被世界 被上帝遺忘的地方 但我們看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應該要一直先的去解決它 還是要先look behind the problem 去看這些問題背後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就我的認知 其實就是貧窮 那我們要怎麼去解決貧窮 這邊呢 我也沒辦法不知道 但是我這邊再邀請她出來講一次 就是他說我們這些的幫助呢 其實沒有幫助他們變得reacher 只是讓他們待在現在階段而已 就是沒辦法幫助他們進步 直到他們身陷就是貧窮的這個腳步 所以我那時候就自己在反思了很多 在東地 對啊 小朋友很可愛 你會很喜歡他們 那邊有美麗的風景 美麗的人們 美麗的文化 當他們看到他們沒有鞋子穿的時候 想要幫助他們 沒有衣服穿的時候也想要幫助他們 但是這些的donating donation 是不是只是一個shortened game 但是long term pain呢 對 這是我自己在反思的一個問題 那其實做了這麼多 我的朋友會跟我朋友講這些問題 那他們會想說 嗯 那這樣我們現在到底可以做些什麼 你說了這麼多問題 我們也不能捐助 也不能幫助他們 那我們到底可以做些什麼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要去理解 要去認識他們 就像我自己一樣好了 我剛剛一開始有講到說 喔大學的時候不太清楚自己想要往哪個方向 也不知道那些的履歷 那些的經驗到底是幫助履歷還是幫助自己 對 可是我覺得慢慢的一步一腳印之後 然後我發現我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 我喜歡做什麼樣的事情 這是幫助我了解我自己 那我這次從非洲回來之後 第一次第二次回來 我也很幸運的加入了這個組織叫做Wild Africa 他是一個從非洲開建台灣非常新創的一個組織 華人世界最大的非洲資訊平台 就是你們在這邊可以找到很多關於非洲的資訊 因為我們想要藉由這樣的知識上面的分享 資訊上面的宣傳 讓你們認識這個國家 讓他不是不再是地球上面 你們地圖上面的空白格 對 所以這是一個QR Code 大家如果直接掃的話就可以看到我們這個粉專 那也期許自己能夠 就是我也一直在學習 也一直在吸收這些資訊 那我也希望能夠說出自己的故事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更認識自己 說出自己的故事 謝謝 好 謝謝可安的分享 其實國際議題一直是現在大家非常關注的議題 那在不同的層面上面呢 可能大家常常看到的是 欸他們很可憐啊等等等 那其實呢 其實後來我發現 經過他分享之後 會讓我可以思考說 那麼對於其他國家呢 或是台灣本身呢 其實台灣在鄉間有很多地方需要大家的幫助 因為大家好像反而是往國外跑 可是其實很多人沒有看到台灣地區 其實有更多更多需要人幫助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邀請